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元素与其对应的代数与子式的成绩之和 写出来就是这个 这是按行展开 这个是按列展开 这个定理我们把它称作行列式按行列展开定理 下面我们就证明这个定理 在证明这个定理之前有几句话我要先交代一下 我们讲完了新的行列式的定义之后 我们也仍旧是要讨论行列式的性质 比如说转制行列式的值不变 交换两行行列式变号 然后某一行的开背加到另一行上去 行列式行列式的值不变等等 这几个性质呢和我们在现应淡数目课的那个讲解当中是一样的 在这儿呢我就省略了 把行列式的性质讲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讲这个定理 这个定理呢我们有的时候呢也把它叫做行列式的一个性质 前都讲了是行列式的六个性质 那这就认为是第七个性质 行列式按行列展开 下面我们把这个定理呢证明一下 为了证明这个定理呢 我们先考虑第一种情形 如果D是这种形式 我们按照我们现在讲的行列式的新的定义写出来就是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列式的形式就知道了 这个借1实际上只能取1 因为它取别的数就是0了 把它取1之后呢我们就得到这个 大家注意第一项取了1了 第二项是借2借n就只能从2一直到n取了 所以借2借n是2到n的全排列 所以我在底下呢就标了一下 那么这个n呢就应该是这个全排列的逆叙数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全排列做它的逆叙数的话 1是不起作用的 所以这个n呢你可以看作是1借2借n的逆叙数 实际上它也等于借2借n这个全排列的逆叙数 A11相对于和号来说它是常数了 我们可以把它拿到外面来就写成了这种形式 我们分析这一部分 按照我们介绍的新的行列式的定义 我们知道这个和式正好就是这个n-1借行列式的值 也就是元素A11的余子式 而A11的余子式和它的代数余子式是相等的 那你就说这样的一个行列式D 实际上是等于A11与它的代数余子式的成级 这种情形给它推广到一般的形式就是这个了 那么这个行列是等于什么呢 其实大家可以先猜测一下 你对着它想一想可能你就猜出来结果了 那你猜出来的结果对不对呢 那看一下我们下面来具体的做一下 我为了用上我前面这种形式 我只需做一个工作就可以了 把Ai借调到这个位置 你在把Ai借往上调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正符号问题 因为你每做一次交换你就有一个符号出来 为了很准确很详细的记录下它的符号来 就是我上一讲还介绍了我一次兑换 我把它先和第Ri减一行兑换 一次对调上去 当把AR借对调到第一行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做了I减一次 然后我再把它从这个位置调到A11的位置 我们知道你就将与借减一列一次做交换 所以总共做了I加借减二次 所以符号是-1的I加借减二 然后就等于这个了 这个值等于元素Ai借与它的余子式的成级 它的余子式也就是化掉这个Ai借所在的行和列 大家知道化掉Ai借所在的行和列 剩下来的正好是Ai借的余子式 -2这个就可以不考虑了 因为-1的-2次方是1 我们就不要了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1的I加借次方 -1的I加借次方乘上Mi借正好是Ai借 我们就有了这个结论 就说你这个行列式呢 也等于元素Ai借与其对应的代数余子式的成级 有了这两个做铺垫 那这个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行列式 这是我们介绍这个定理的证明的时候 特别琢磨要说的一种方法 或者说是一种思维方式吧 就是在做数学的时候 这种方式是经常要用的 什么样的方式呢 我们现在要做D了 我们要证明D等于它的Di行元素 与其对应的代数余子式的成级之和 大家想哈 我要证明那个定理 就是要证明D等于Ai1乘上大Ai1 加上Ai2乘上大Ai2 然后加上AiN乘上大AiN 对吧 我们一有的结果呢 是这个 大家想一下 我怎么样用上这个结果 把这个行列式的值做出来呢 你可以稍微沉淀一下 可能我刚才很慢的给读了一下 一项一项总共N项的和 所以我们就想到了 我把这一行拆成N个元素 Ai1加N-0 0加Ar2后都是N-2的0 这前都是N-2的0 按照行列式的性质 这一个行列式可以写成N个行列式的和 第一个的时候 我这只有一个Ai1 剩下元素都是0 第二个的时候 这只有一个Ar2剩下都是0 最后一个只有这一地方 AiN剩下都是0 那么这个行列式按照我们刚才讲的 它是Ai1乘上它的代数与子式 这个是Ar2乘上它的代数与子式 这个是Arn乘上它的代数与子式 所以做完了就是这个 那么这样呢 我就证明了这个定理 同理可以证明列的情形 这个定理的证明呢 其实我们是分成了两步 第一步呢 我们来证明某一行只有一个元素非0 剩下的都是0 然后呢 我们第二步再来证明一般的情形 给出结论 这个定理证明的时候 所采用的这种方法 也就是这 这种拆分的思想 在行列式的计算当中 是经常要用到的 比如说 下面呢 我们就来举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我来求这个DN 先跟它这个像下面 我们毕竟是已经学完了 这个木课的线性代数 再来看这几讲的是吧 那么关于这个行列式呢 我往这一打 可能有同学 马上就想到了这个行列式 对不对 它跟这个行列式的形式是很像的 大家看 当你A等于B的时候 它实际上就是这种形式 对不对 实际上呢 我们在做这个行列式呢 的确是要用一下这个行列式的 我们现在看 如果A等于B 这个行列式的值就已经出来了 问题就要解决 A不等于B的时候 就说A不等于B的时候 怎么做 那么A不等于B的时候 怎么做呢 我们就想一下 A等于B的时候 这个行列式之所以能做出来 就是因为 我们把所有的元素都加到第一行之后 第一行就可以变成一行一 然后我们用第一行的这一行一 把下角的这一大堆B就全化成零了 行列式变成了三角行列式做出来了 现在因为A和B不相等了 你无论往哪儿加都不可能产生一行一了 是这样吧 所以这个题呢难在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我们看了 虽然不能产生一行一了 当我们对着这一行 向下面的时候 就突然发现 其实你要把它变成一行一 也并非是很难的 只有一个是吧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想到 我们刚才在讲定理证明的时候 所用到的那个方法 我们就对着X说一句 变 变成A 变成A不行 对吧 你变成A你还得给他 你毕竟得是个等式吗 我们就给他加一下 写成这个 也就是说我们借助于我们在 讲定理的时候 所用的那种拆分的思想 把这个行列式 第一行 每一个元素都写成两项的核 那我就写成了两个行列式的核 第一个行列式 只有X-A这一项非零 剩下的元素都是零 而第二个行列式 每一个元素都是A 我把A提出来 它就已经变成1了 这个行列式 我们已经能够做出来了 其实口算就行了 是吧 我第一行乘上负B 分别往下加 这边就都是零了 主调现在就是X-B 总共有N-一个 而这个呢 而这第一个行列式呢 因为第一行 只有一个元素非零 我就把它按第一行展开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可以用定理了嘛 可以按第一行展开 就写成了这个 这个行列式已经可以算了 我现在把它的值算出来 就是它了 那么这样呢 我就得到了DN 大家看哈 DN 等于 X-A 乘DN-1 因为你这个展开之后 它升上来的 正好是和原来的行列式 形式完全一样 接触这样的一个 因为 A和B的位置是对称的 我可以这样做 做到 就是写X-A X-B 那我把A对调一下 我又得到这样一个等式 那这样我就得到了一个 关于DN和DN-1的方程组 因为A是不等于B的 A等于B已经做出来了 就不用费这个劲了 就不用费这个劲了 是吧 A是不等于B的 那我解这个方程组就可以了 这个方程组的解 我就不说了 就说你这个地方消掉 DN-1就行了 我就第一个式子乘 X-B 第二个式子乘 扩乎X-A 然后二式相解 因为A是不等于B的 所以就做出来这个结果 那么这个行列式呢 就借助于我们 证明定理的时候 所用的那种拆分的思想 做出来了 有的时候说呢 这个 比如说我在上学的时候 我老师就跟我说 学习一个定理 一定要学习这个定理的证明 为什么要学习定理的证明 一般来说 一个结论能够成为一个定理 它总是有它很独特 或者说很独到的地方 比如说它的结论很重要 有的时候呢 是因为它的证明的思路 和方式很重要 在这个地方呢 不仅这个定理 行列是按行列展开 这个结论很重要 实际上它的证明方式 也就是这种拆分的思想 也是很重要的 下面呢 我们就来 在做这个 在线性代数的目课当中 大家认为最难的一个题 关于这个题啊 这个问结果的 就能从这个线性代数的目课 从第一天上线开始上课 一直问到这个课程结束 还有人搞不清楚 它的那个负号 负一的二分之 N乘N-1是怎么来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题呢 解释一下 做这个题的时候呢 上一讲的时候呢 我是用新的定义做的 直接就出来了 这一讲呢 我用行列式 按行列展开来做 我们一起来数一数 负一的二分之 N乘N-1是怎么出来的 按行列展开 我们就按第一行展开 它应该写成A1N乘商负一的 N加一次方 然后大家注意 划掉它所在的行列之后 你现在剩下来的是 N-1这些行列式了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做 因为你这一行 也只有这一个元素 非零嘛 那我再按第一行展开 就写成辅 A的二N-1 大家注意 它的符号是第一行 第N-1列 所以是N-1加1 我们把这个整理一下呢 它是负一的N加1 再乘上负一的N次方 就是N加1 放到指数上 就是N加1加N 这两个元素相乘 现在这是N-2接行列式 我就不再往下做了 我们就点点点了 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N加1加N 这边呢是N-2 对不对 你应该能看出规律来了 我最后呢 一直将到二次 那这个地方就应该是加到四 对不对 你数规律就数出来了 那我现在就得到这个了 得到这个呢 这是A1N 这些乘级没问题 这个符号先放在这 我们先不管它 是从N加1加到了四 然后呢 这是个二届行列式 这个二届行列式 我们直接就能做出来了 我写不开了 放在这儿 这二届行列式 直接就做了 因为这个二届行列式 二届行列式应该是 它两个相乘 减它两个相乘 所以你这个地方就多一个负号 就应该是负1A的N-12 乘AN1 对不对 这个负1呢 我可以写成负1的五次方 而负1的五次方呢 我又可以把它写成负1的三加二次方 那么本来是加四 我现在就加三加二 然后这一串相乘 可能有同学说了 你为什么你把这个弄成这个 我是为了好数数 所以数学的计算 它是有一些技巧的 我是为了好数数 加到这儿 我们大家看一下 N加1加N 加N-1一直加下去 大家看 我们看这两项 这两项是2N加1 负1的2N次方是1 就不用要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1 给它放到后头来 所以这个式子就写成了它 把1放到后头来 2N可以不用要了 去掉 就是这个了 而这个数字加起来 正好是负1的 2分之N乘N-1 那么这样 这个题我就用按行列展开 或者是按我们在 目可现行代数当中讲的 那个行列式的地推的定义 做出结果来了 做这个结果的时候呢 有一点技巧 这个技巧呢 就在数负1的符号上 我这个地方说一下 如果有同学说 我不想把你的这个负1拆成这个 我就直接算这个 也是一样的 你算完了之后 你得到一个数 你把这个数化减一下 仍旧是它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好 那么在这儿呢 把这个题讲一下 我就按行列式的两个定义 给出了这个题的做法 这两个定义的做法呢 拿也好 一也好 这里头的技巧是什么 希望大家好好去体会 除了体会这个之外呢 还要好好地体会我这个题 就是我的这个拆分 我们在证明 行列式 按行列展开的时候 所用到的这种拆分的思想 这是很重要的一种数学思想 在行列式的计算当中呢 会经常用到这个 希望大家能好好体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